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近年来 随着桃源航空城计划的进行 许多的房屋与宗教建筑也将面临裁迁 而卢竹成圣宫在地方信众的争取下 成为唯一保留的宗教庙宇 不过面临用地不足 陈胜空也期盼社会大众帮忙 延续关圣帝君的香火 到目前为止是300年的历史 那关公 那我今天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关公 卢竹陈胜空主委刘胜泉 详细的介绍卢竹陈胜空的有久历史 卢竹陈胜空逛奉的关圣帝君 来台至今已有将近300年的时间 长期以来都是大坑口地区的信仰中心 不过随着航空城的开发 如今也面临征收问题 陈胜空虽然没有百年的庙宇 但是陈胜空有一尊300年的关圣帝君 从清康熙年间一直到现今 那这中间一直在徐氏的家里 后来我们组了神明会 然后在民国58年63年完工 盖了庙一直到现在 那也经历过清康熙年间 一直到民国 一直到日治时代 一直到光复 一直到现今 那现在陈胜空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是我们关圣帝君 面临到航空城的开发 卢竹陈胜空关圣帝君省尊历史久远 而卢竹陈胜空在地方信仲的争取下 也成为卢竹区航空城计划唯一保留的宗教庙宇 不过现今庙方因为面临用地不足 因此也透过向社会募款购买庙地 期望要延续关圣帝君的祥伙 陈胜空因为本身有公庙 但是没有土地权 土地权是徐氏祖先的土地 那面临到航空城的开发 那地方上 现在大家为了要把我们的公庙保留 那也获得到市政府的批准 以后我们的宗教用地是857坪 那目前在我们徐氏祖先 在大家努力的共同分波之下 徐氏祖先还有徐氏的祭祀工业 那他们捐献300坪 所以后面还缺少了557坪的宗教用地 那陈胜空从现在开始 要对外来募款 要把我们帝君的家保留下来 如足陈胜空在地方信仲的争取下 将会保留宗教用地约857坪 而目前庙地已募得300坪的土地 还不足557坪的土地 对此如足陈胜空也盼社会大众能踴跃帮忙 并将陈胜空观圣帝君的香火 及文化传承发扬光大 记者有周军团报道 2020灵鹫山第27届水陆大法会 在众人的共同祈福下 举行圆满送圣仪式 而桃园市议长邱义胜 邀请桃园市议会的议员们 共同参加水陆法会来祈福 期望疫情灾难远离民众 2020灵鹫山第27届水陆大法会 在众人的共同祈福下 于12月16号举行圆满送圣仪式 而桃园市议长邱义胜 也带领桃园市议会的多位议员 一同前往水陆法会 期望要为桃园市民来祈福 今天在这边我们特别 跟我们桃园市议会 我们所有的议员 以及我们议会的所有的主管 特别来到我们的小巨蛋 特别来感谢我们新道法师 每年都到我们桃园来做水陆法会 来为我们桃园 为我们台湾需要帮忙的 这些乡亲消灾祈福 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 因此新道法师也特别加长闭关修法时间 并齐勤水陆法会顺利圆满 对此桃园市议长邱义胜 透过在水陆法会跟新道法师 共同祈福 藉此让疫情灾难远离民众的生活 尤其今年我们刚好又碰到这个疫情 那我们也相信在我们新道法师 带领的所有的法师 以及我们所有乡亲大家 共同的这个祈福之下 我们这个灾情应该可以很快的就过去 今年的2020-093第27届水陆大法会 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导致参加人数相对减少 不过桃园市议长邱义胜 透过邀请桃园市议会议员共同祈福 希望诸佛菩萨加持 让桃园无灾无难人人平安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 在带领来看 大园社区发展协会组成祥和谷队 已经有八年了 透过老少共学的模式 让队园跨世代相互学习 不足各自的缺点 借此也为大园社区的发展 谱出温馨的乐章 大人与小朋友齐心合力的 乔者大鼓认真的模样 让台下观众看得惊呼连连 而他们是来自大园社区发展协会的 祥和谷队 大园社区发展协会 借由老少共学 不仅让队园跨世代互相学习 也补足各自的缺点 大园社区祥和谷队成立 在102年的时候成立 那我们里面就是有 棋队 司队 还有龙队 还有最主要就是太鼓队 那我们里面的主成员是 小朋友 还有年轻人 还有老人 老年人 所以应该是说老中青一起的一个社团 那大园社区祥和谷队 这么久在我们大园区里面 应该是说活动场次跟表演也非常的多 那有时候这些小朋友跟长者 为了要去表演而非常努力的练习 一起互动 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成就 大园社区发展协会 祖成祥和谷队已有八年的时间 而因为谷队成员横跨老中青三代 因此平时都只能用晚上的时间夹紧练习 不过小朋友及长者透过互相帮助 也让大园社区的居民生活更精彩 这个老少共学呢 这些小朋友跟着阿公一起打鼓 跟着阿公阿嬷一起学 说真的阿公阿嬷学的速度比小朋友还要慢 但是小朋友的速度很快 那阿公很容易忘记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 小朋友又会在教阿公阿嬷 所以培养了这个老少共学的一种情趣 跟一种感情 那相处久了之后 这些长辈跟小孩子的互动非常的好 目前由大园社区发展协会 组成的祥和谷队 在经由老中青三代团员共同的努力之下 不仅成为大园在地的特色团体 同时精湛的技术及政额的鼓声 也为大园社区的发展 普出温馨的乐章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随着3C产品的盛行 民众接触讯息的管道是越来越多 但是却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人文故事记录下来 有感于此 兔坑里里长詹森源 决定将里内的大小事 收录在兔坑里的社区报 与所有的里民来分享 在资讯爆炸的年代里 各种的讯息经常被草率忽视 尤其是地方发生的事 为了让地方的历史严格能够有个记录 归山区兔坑里从102年开始 印制在地社区报与所有里民分享 人们跟我们问过 以前的历史都听老话的说 其实我们要找一些 地方的人文故事的记录完全没有 所以我想说 其实我们今天回来社区做这个发展 所以想说可以把我们社区 一些人文发展的历史 给它留下来做记录 拜托我们驾驶来看 所以几天开始 我们就开始来编列 兔坑里的社区报 由于里长平常忙于社区服务 因此有一位住在兔坑里的居民 自愿帮忙社区报的事物 不只撰写还会做最终的排版 刊物的内容包含里内大小事 还有人文介绍与各种活动资讯 内容精彩 兔坑社区报每三个月 为一季里长会在年末的时候 将四季统整再印制出来 而里长也善用网络的方便性 将资讯放在脸书的粉丝专页 让里民可以透过不同的管道 接收讯息 也为社区留下纪念 记者有家于桃园报道 再带你来看 桃园后站的大陵公园 有天幕 邮聚设施跟草皮 是地方民众运动休闲的场地 但是它的厕所实在是非常老旧 早期的设计又充满陷阱 因此里长就积极争取改造 让里民集思广益 发挥创意 将原本的制式公园 变得焕然一新 桃园后站的大陵公园 有天幕 游聚设施跟草皮 是地方民众运动休闲的场地 但厕所老旧 早期设计又充满使用陷阱 因此里长积极争取改造 还让里民集思广益 发挥创意 将原本的制式公园 变得焕然一新 大家后面所看到的这个猫型 是我们里民 我们大家的脑袋激荡 然后所想出来的 我们不按照 我们一些制式的良体 那希望弄一种 比较特殊的 而且我们这家 我们这座公园 就是亲子公园 那我们希望弄一个 合乎我们亲子类的 这种图像来做 改造工程花了500万元 包含了3D彩绘地板 无障碍亲子厕所 新增设施 还有超可爱的猫咪醒良亭 不仅严选耐用材质 整体外观设计还很可爱 改造完让里民都赞不绝口 改变之后的感觉非常之好 然后带着我们社区 非常之热闹 然后也很多 等一下说 这边有时候 也现在会拍婚纱照 非常之漂亮 猫型的良亭亭非常棒 又在那里喝咖啡 又在那里聊天 很棒 公园经过改造以后 让这个居民 有一个很好的 舒适的休息环境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 运动聊天 因为这个是结合里民 一起来改造的 不是说有公所 他们说整个设计 这个是像那个彩绘 也是由我们自己里民 去构思来的 大林公园 现在以全新样貌亮相 不止更美观 使用信誉 使用年龄层也大幅增加 未来里长还想将旁边的围墙 争取是做水族馆 立体彩绘 让大林公园 变成地方的亮点特色 记者赖伟一 桃圆报道 绿色捷运是从 我们的火车站 一直延伸到 如主地区 这个是我们桃圆的 交通命脉 也是能解决我们 桃圆区中正路 阻塞最严重的 方法之一 我现在也会 全力的来监督 我们绿色捷运的 施工其成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圆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圆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圆 活力之都 希望桃圆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圆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